《秘境探險》 由丸皮狗公司所推出的《秘境探險》系列 堪稱動作遊戲史上的經典 有著雖神魂號的主角 奈森·德瑞克 更是這個系列的象徵 隨著德瑞克的冒險故事 在《秘境寺》中落幕 難道這個系列也要跟玩家說再見了嗎 當然不囉 讓玩家巧手盼望 有兩位女主角單剛演出的外傳新作 《秘境探險》《失落的遺產》 終於在PS4平台上推出囉 而且這次遊戲的規模可不是小小的DLC等級 而是一個完整的獨立資料片呢 《失落的遺產》作為《秘境探險》的外傳 首次由德瑞克以外的角度出發 敘述一段不為人所知的冒險故事 玩家將化身為曾在二代劇情中登場的人氣女角克洛伊 為了從殘暴的軍閥手中保護失落的古代秘寶 向神之牙與飄悍的傭兵團首領納丁組成雙人搭檔 兼具寶藏獵人與盜賊身份的克洛伊 不僅有這解謎所需的豐富考古知識 更擅長潛行與開鎖 而納丁則是可以輕鬆打趴德瑞克的金剛芭比 這次在故事中作為玩家的幫手登場 與敵人正面衝突時就要靠他扛住囉 性格截然不同的兩人 在冒險途中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就是這次劇情最大的賣點囉 玩家將跟著他們穿越基站的城市廢墟 深入印度南部山區 地形起伏劇烈的海勒比杜 探訪傳說中的古印度和薩拉文明 承襲系列一貫精彩的戰鬥場景 附動作性的解謎要素 失落的遺產在地圖大小以及自由度上 更是系列之最 玩家可以自由決定主線故事目標 及支線活動的順序 共有100樣寶物和收藏品散落於地圖各處 在探索地圖時 記得留意各種角落 縫隙 說不定和薩拉的情報就藏在其中喔 深入未知秘境 找尋古代秘寶之餘 更可以殺爆壞蛋拯救世界 外傳失落了遺產 可以說濃縮了所有秘境探險系列的精華 想要體驗精彩冒險的玩家 可千萬不要錯過囉